一股咸咸的鲜血涌上喉咙 李云霄吞咽了下去 目光清冷地盯着前方 刚才在极限之时动用神异力 导致大片的经脉撕裂 整个人的气势瞬间跌落 在空中不断重重地呼吸着 他的身体表面泛起微微金光 八门之五处有力量如同星辰般旋转 不断修复着肉身 此刻天空上的剑气漩涡渐渐地变弱 无数剑幅在其内慢慢消灭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士康成喃喃自语 震惊地无以复加 其余长老和护法更是惊呆地说不出话来 奇鬼脸色发白 大颗的冷汗从额头上蹚下 想起自己出遇此人时还桀骜不驯 想要教训对方 一种后怕的感觉涌上心头 轰 那漩涡当中突然涌出了一道精芒 两只蒲扇大的毛绒手臂一下伸了出来 猛地将漩涡撕裂 该死啊 易鸿鸣满身是血 狼狈异常地冲了出来 李云霄冷哼了一声 强压住体内的伤势 神异力在手中幻化结印 哼 兜率天风散发出五色光芒 猛地震落下去 易鸿鸣吓了一跳 一股狂暴的力量从体内爆开 整个人全身肌肉一下崩直 喷的一声 便直接从原地击爆空间 一下弹开了百丈之远 由于用力过猛 加上浑身见伤 终于忍不住喷出了一大口血来 还有凌冽的剑气 斩入他周身穴位 四肢百骸当中不断地传来剧痛 伤势似乎在不断扩大 李云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易鸿鸣此刻的模样 静落下风 根本再难取胜 但围青的神态除了阴质外 似乎并没有过多担心 让他不由地警觉起来 我要撕裂了你 李云霄 易鸣彻底发狂了 双眸当中一片通红 全身如同染了鲜血一般 触目惊心 砰 空间一下被击爆 易鸣鸣瞬间出现在李云霄的面前 猛的一拳就轰了下来 那拳头上金色不断地扩大 向着手臂蔓延过去 刚猛无比 燃烧血液 李云霄大吃一惊 急忙扭转身体 以一个极为古怪的姿势躲了过去 那金色拳臂贴着他的胸膛滑过 手臂上传来的狂暴气势 一下将他身躯震开 李云霄只觉得胸口被重锤砸了一下 整个人连退数十步 才在天上稳住了身躯 菲尼脸色大变 住手 易鸣鸣已经彻底发狂了 燃烧血脉之力 就算赢了也会跌落境界 根本无法担当龙家之主 这五角不需要打了 他的身上燃起火焰 就要冲入战圈 突然一道清光落下 瞬间将他压制住 维青冷冷地说道 你说不用打就不用打了 就算李云霄死了 那也是待你而死 你 你这个恶魔 菲尼大金拼命地挣扎 但哪里挣脱得出来 维青眼中 寒光玉盛 一眨不眨地盯着战圈之内 若是易鸣鸣 能够将李云霄直接击杀 那是最好不过的 但可能性太低了 毕竟对方有盛气在手 最后肯定会造出那名真龙法身的强者 但这样一来 便是他输了 此刻的局面 要么李云霄直接被打死 要么认输 无论是哪种结局 对他都极为有利 所以绝不可能让人破坏战斗 易鸣鸣在燃烧血液之后 身上的气势越来越强 举手投足之间便有毁天灭地之能 逼得李云霄四下逃窜 卢元也忍不住说道 为亲大人 此战的确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 易鸣鸣即便获胜也彻底废了 我们愿意奉菲尼少主为龙甲之主 哼 为亲重重地哼了一声 目光阴沉地扫了过去 既然是武决 就要尊重武者的契约精神 当事人没有认输 就不算结束 若是认输了 自然要遵照之前约定的协议来 众人都是一惊 都是面带怒涩 一名燃烧光了血脉之力的人 如何能领导龙家 而为亲自然不会管这些 易鸣鸣原本就只是傀儡而已 也许这样更好 就更加无法脱离他的掌控了 李云霄的神识十分敏锐 为亲的话尽数传入他的耳中 不由地笑道 为亲大人 为龙家之事真是操碎了心 至于武决的结果 你想多了 本少怎么可能会败 他一下扔出兜率天风 树道绝印拍在旗上 顿时五色光芒散开 一下凝成一方结界 将他照入旗内 轰 易鸿鸣一掌轰击下来 立即震得那结界晃动不已 李云霄脸色未变 但还是重重松入口气 虽然从兜率天风反正回来的力量极强 但他还能扛住 去死吧 轰轰轰 就在他稍稍缓过神的时候 易鸿鸣发疯似的连出数百拳 整个结界不断的震颤 从兜率天风上传来的反噬 不断激荡着他的体内气血 他终于扛不住了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骂道 疯子 他一收兜率天风 那权威顿时如陨石落地 猛地轰在他的身上 他的身体瞬间爆开 画出无数雷光 朝着四面八方击射 其中一道 瞬间拟画出真身 双指并拢掐出见绝点下 无数寒光从体内飞出 绕着四周旋转 随后化作一道剑光 斩了下去 易鸿鸣张开大口 猛地怒吼一声 气浪翻滚而上 竟然将那些北天寒星剑 全部震开 李云霄吓了一跳 额头上冒出冷汗 这巨猿的实力 已经达到超凡入胜了 在力量上完全无法硬扛 既然如此 老子就拖死你 看你还有多少血可以烧 他的双眸一下变成血色 散发出七色光芒 整个天空景象瞬间变化起来 四周白茫茫一片 竟然是大海 什么 所有人全都骇然起来 每个人都发现自己 被浸泡在海水之中 不断地往下沉 幻术 怎么会如此真实 龙家之人 无一不是脸色大变 震害异常 围青也是脸色一沉 暗道不好 易鸿鸣也是不断地往下沉去 整个人蒙了一下 身体立即弹起 一拳将海水轰得分开 卷起了惊天巨浪 出来 他大喝一声 朝着上空冲去 哗啦 终于破开了海面 易鸿鸣一下冲了出来 突然 一道惊天的龙银声 在长空上响起 一条青龙直接俯冲而下 口中吐出一道龙溪 喷射下来 易鸿鸣浑身一颤 内心竟然涌起了一丝恐惧 不可能 假的 假的 但 但为何 我会有恐惧之意 他的心头 不断地安慰自己 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距异 却是清晰地浮现出来 那青龙的双眸 像是灯笼一般 冰冷地盯着他 仿佛一下 看穿了他的内心 让他浑身毛骨悚然 哗啦 易鸿鸣大金 不敢与那青龙对视 猛地一头扎入海水里 往下方逃去 咦 这道龙威之力 还挺管用的 那青龙突然喃喃自语地 说了一句 便一下画出李云霄的身影来 刚才那一景象 正是模仿的 羽帝使龙之威 果然将易鸿鸣吓跑了 算算时间 这丝就算是有再多的血 也不够烧的 等时间一过 本少就将它剥皮抽筋 李云霄冷哼了一下 便化作一道雷光 隐匿起来 突然空间一转 一击霸道无匹的权威 轰了过来 海水哗啦啦地被破开 敢骗我 去死吧 易鸿鸣化作一道光芒 直接冲至他的面前 权威将整个幻术空间 都搅动地扭转起来 幻象在不断消失 李云霄大害 瞬间画出 法相金身 六手猛然一握 六道金球砸出 化作一道星云 猛地击了上去 轰 金色星云 被那一拳烘碎 直接震在 李云霄的胸口 三副面孔 全部都吐出血来 李云霄的身躯 猛然聚颤 胸口直接 陷下去了一块 像是被打穿了一般 触目惊心 但是他双手却是往上一扣 死死地掐住那一拳 同时身后手指掐绝 竖道金色锁链飞出 将巨猿一下子绕了起来 此刻所有幻象全部消失 众人再次回到了云颠之上 唯青 瞳孔咒缩 大喝道 快躲 易鸿鸣拼命地 挣扎身躯 将那法则之链 一下崩得逐一断裂 晚了 李云霄脸上闪过一丝宁笑 一只手臂凌空一抓 顿时将兜率天锋 抓在手中 猛地砸了下去 易鸿鸣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那一砸下来 虽然山峰上灵气不足 并没有五色光芒射出 但是一种死亡的危险 瞬间涌上了心头 不 他猛地大吼一声 将所有法则之链 顷刻间崩断 一下子就要逃去 哄 但是山峰 已经砸了下来 将空间完全震住 那一道顿光 顷刻消失 兜率天锋 直接砸中他的后背 巨猿的背后 直接爆开 炸得血肉模糊 易鸿鸣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悲鸣嘶吼 整个人痛苦地在空中挣扎 不断往山巅上坠去 李云霄也是脸色发白 一下收回兜率天锋 也同样往下坠落 易鸿鸣的刚才那一拳 直接震碎了他的内腹 若非有炼体绝在身 怕已经是粉身碎骨了